一辆继承车停在佐西派出所前 司机下车向远景求助 远景到他车上看 发现一名女子全身酒气 浑身瘫软精神状况不好 协助搀扶他进到派出所休息 经过安抚之后 问出原来他住在三名附近 警察就把他给送回家了 警方也呼吁饮酒过量 除了有害身体健康 单身女子搭车回家也会有风险的 外出饮酒要有人陪同 以免造成自身的危险 一辆继承车停在佐西派出所前 司机下车后 冲进派出所向远景求助 远景到他车上看 发现一名女子全身酒气 浑身瘫软精神状况不佳 协助搀扶他到派出所休息 经不断安抚才问出 原来住在三名附近 派出所之后送他回家 专门妇人酒气浓厚浑身 瘫软精神状况不佳 原警为了避免影响司机营运 请妇人到派出所休息 让运奖离去开车做生意 等妇人稍微清醒之后查出身份 所长亲自开车将正名妇人送回家 警方也呼吁饮酒过量除了有害身体健康 单身女子搭车回家也有风险 外出厌影应该有人陪同 避免造成自身危险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